皇上 這兩個折子 朕再看看 再想想 皇上 夜場夢多一夕數變 尤其英吉利和雅美利堅 知道啊 起奏皇上 請皇上在聖誕的時候 不用情理法 那用什麼 法禮琴 法為先 因為明星士氣所行 知道了 好了好了 退吧退吧 夠累的了 大半天的 臣道退 好 好 餛飩不錯呀 有個地方啊 叫貓耳朵餃子 哎 那是江蘇安徽呀 哎 福縣台灣叫的特別呀 貶食 哦 鞭血 台灣花香鳥語 四季如春 我朝康熙也 曾立將台灣 畫歸版圖 是啊 這個官可以多賣點錢 台灣四季如春 可是當地老百姓 愛打架生事 比較大的 康熙六十一年 敏月蟹鬥 雍正元年蟹鬥更大 乾隆四十七年 張全血鬥 四十八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嘉慶四年 十一年 十四年 還有咱們前朝道光六年 十年 十三年 十四年 打來打去呀 就從沒歇過 有的打的 帶兵腳長矛 打了敗仗 不辦丟了越州 不辦天下沒有法技 打著玩兒嗎 皇上說 想想會批的 想想 想想選八七秀女的事兒吧 秀女 都選 都喜歡 怎麼說 紅秀拳打下武昌 什麼事兒都不忙 這個天王啊 第一件事兒 就是在武昌月馬場選妃子 十五六歲的美女 一口氣選了六十個 看他折子明天怎麼批吧 六爺 您跟皇上說 不要情理法 要法理情 這話已經過頭一點了 這就是肅順 這就是肅順 照著我 夜明晨都不堪外放梁光總督的 哼 夜明晨這個湖北老 當過軍機 四過花陵 看吧 笑話大著呢 陰陽八卦 他卻有專精呢 哼 陰陽 去跟肅順大人說 公王爺進去了 公王之後就是他 喳 公王好走 公王吉相 恭喜公王行走軍機處 則高認重 你 我們申請軍機處得人 肅順大人 皇上省你為御前侍衛 往後仗著您侍衛的事兒還多著呢 公王指示 不過肅順不通洋物 我進去了 陸建營 博樂公武 一個滿一個漢 這兩個人一定要殺嗎 處死二人 陳以為 叫長矛的傾差大臣 塞上鵝徐廣進 也都罪當論死 可恤 可恤 朕不善殺 皇上 大陸大都會殺死 射殺 你這就是 你都罪了 你剛才來的 你還沒有殺害 我走 你還沒有殺害 你也在殺害 你群死活 你死活 長毛打到京畿 是遲早的事 陸建人 湖北緬陽人 根本是個文人 他植過上書房 教陣念過書 從禁食 熬到投坪頂帶 兩江總督 傾差大城 他 臣請皇上 以法禮秦替代秦禮法 他 在戰爭中氣險失機 容長毛得逞 吳文宅至少抄家 抄家 抄家吧 就抄家吧 塞尚鵝取廣進 抄 抄 曹英總督陽電邦 發被新疆激作鼓勵 湖北提督 轉 皇上 亂世重點 是要挽救圍局